好 我知道樂意昨天跟你們聊天聊了一半 今天就帶了我來做一個客席的 第一下半場 是的 訪問的嘉賓 想問一問大家幾位女士 關於一些感情生活 感情的看法 那些 到底有沒有一些很其餘的言語 不如先說說你 我是疫情期間分手的 很直接 突然間我還未去到那個 我們策略 我策略 事實是你講到疫情 當然你來當然有合 我去過疫情的20年的時候分開 但當然未必是關於疫情的 我覺得是因為多了相處時間 亦有些問題醞釀了很久 只不過是你沒有去一個導火線 或者你沒有去一下去決定去做 那我又覺得未必關於疫情的 但可能是那個時間 去到一個位置會覺得 是否真的給大家一個重新的生活 會令大家都開心點呢 所以我唯一覺得感恩的是大家 真的轉了另一個方式相處 因為我現在和她仍然保持聯絡 我有些拍攝上的東西 我都會找她 或者問她意見 因為她會認識人 或者反過來我們有些普遍的朋友 我們仍然會有些普遍的朋友 在一起會知道大家現在正在做甚麼 所以我很緊張的是用了第二個方式去做朋友 即是一個維繫這段感情 不過我也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曾經也試過單身的日子 有一位圈中的朋友 今晚和我一起拍劇 他就跟我說 你好好享受一下單身的日子 那是你 他這樣說好享受一個人的日子 他說人一生沒甚麼時間是可以一個人的 所以好好享受一下一個人的日子 即是很瀟灑 兩隻很清風 好 那就麻煩你Ali 好 主持照片 真的 你真是